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湾团队回复 维他命丸 保健食品虽标示为食品 但多数仍介于食品与药品之间 也含化学品 是属含量的 于含量性药食 继续仰赖身体的热能去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发挥其效用 对体力上加者或轻重症体力上加者 适量服用固然无妨 但对重病体力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是不适宜的 若服食后感觉不适或体力变差 说明热能不足 实质有害 应当减停 请参考原始点医学手册 内置法 如果我们每天的饮食营养均衡 增加饮食至温热性 即加强运动 注重保暖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加体力 还要懂得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如此才能做到无病可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好 那这个回答应该非常好 其实营养我们说的 东方跟西方的思维是不一样 如果在西方他们比较强调成分 那包括维他命ABCD都是谈成分 而这些成分几乎都是含粮 不用怀疑 那含粮对于保健有没有功效 我们在里面都已经谈了 含粮它会消耗热能 那消耗热能自然就达不到 让我们体力就会变好 所以有些人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 也有一个师父跟我讲 有信徒就是供养他 说你营养不够怎么吃素 吃素营养不够要补充维他命 他师父也很听话 信徒提供他就吃 但很奇怪他每次吃综合维他命 他就感觉头会痛 甚至眼睛也会不舒服 那最后他觉得自己无福消瘦 所以就把这个综合维他命再转送给别人 那遇到我他也提出这个问题 我说你一定头部有体伤 那因为头部有体伤 加上那个维他命是含粮的 那进一步消耗你热能 加重你体伤 所以你头部才会有问题 那那一天我是有帮他按推头部 还有温敷 他就感觉不错 那所以从西方他们没有热能的概念 一般所含成分所研发出来 一般都是含粮 那这个他们的所谓的营养 事实上在我看法是达不到保健的手段 那个也是用一种医疗的想法 用成分想去改变我们身体些什么 那真正的保健是要重视药性 就是这个东西是温的还是热的还是凉的 你看维他命AV 维他命这些维他命C就好 吃起来还有甜甜酸酸的 那甜酸属含 这个从味道也可以变得出来 所以还是建议少吃为妙 那如果你体力很好 吃了当然没有问题 体力差一点 比如又有体伤 那很可能就会产生症状 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 那南湾的回答非常的好 就是书本上哪里有写 他也都把它提出来了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医学有探讨 维他命还有生机饮食 也是同样的概念 或是酸碱平衡 这些都强调成分 那成分事实上是没有温补的功效的 真正能达到温补 反而中医这一部分会比较好 你如果真的要当保健温补 那中药就是有什么十全大补 食物汤 补中益气汤 八真汤 贵妇八味丸 这一类就比较温补 那如果以原始点 那就更简单了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 就应该可以煮菜或是怎么样 加一些温热的调味料 这个在重病里面也有提 而不应该去谈成分 成分的一般都是含量 没有保健功效 我们每天的饮食均衡 其实这里均衡还是有一点点问题 我认为均衡就是西医的概念 他们认为一定要补充什么 维他命ABCD或是生肌饮食要补充什么 那就是一个均衡的概念 比如说你吃肉就要多吃蔬菜 重点不是肉跟蔬菜 上次我们也提过 重点是你有没有把它煮熟 让它的性本来含的变温的 然后还懂得加调味料 而不是真正的营养学 不是要求均衡 而是懂得怎么样来温补 改善我们的热能不足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如果要补充一点的 就是他的营养均衡这一句话 可能不是均衡 而是要注意 这个所谓的营养是要注重 饮食的温热性 并加强运动 来让这些吃进去的容易吸收 这个才是补充营养 而不要强调均衡 好像每个人要五苏果 我看外面也有很多 在谈要五苏果 五种颜色的水果 那个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个是不好 就是以药性为主 所以我刚刚才说 如果中药也有一些温补 那原始点更好 平常教你就是喝一点淡姜汤 身体没病的时候 那有病的时候就补充龙姜汤 那刚刚这里提的都很好 就是要平常要注重饱卵 充分休息 运动 这些都比饮食还重要 我们常常讲 食补 不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动补 动补不如心补 我认为这一句是很有道理的 你不要特别强调药 所以我才说脱离的生活 没有一种药 也没有一种秘方 那你看 维他命ABCD是 你看这些碗都是经过加工制造而来 那不是你生活中就能够得到的 你一定要去买来 不用 真正的医学就是在生活中 就可以达到你要温补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好医学 那这里也提到 如果你真的要有病治病 无病强生征受的话 那还要学按推原始痛点 因为如果哪里有部数立刻解决 那才能达到 我觉得这一段回答得非常好 所以也只是我 在家 在说说自己的一些 书本上的一些观念 补充一下 给南湾一个赞 我 在家 我 在家